所以现在我也就是的进入到了 我的第九十个国家 科斯达利亚 今天是我在尼加拉瓜的第三十天 同时也将是我在科斯达利亚的第一天 我现在的地方是尼加拉瓜 科斯达利亚的这个口岸 本期要分享的内容就是关于这边通关的一些信息 实际上现在我面前呢就是这个尼加拉瓜的移民局 他每个人都要先付一美金的这样一个 可能离境方面的一些东西吧 离境这个尼加拉瓜呢 所有这个国际游客都需要在国外的 交这个三美金的离境税 刚他们查了我护照查了半天 我不知道查什么 耽误了很久才出来 不太明白的一点就是尼加拉瓜出店 他们竟然还问我是做什么工作的 然后这边还有安检 是挺严格的 尼加拉瓜移民局出镇这一块 现在是到了科斯达利亚的这边 好了 好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欢迎入境的科斯达利亚你要提前在他们移民局 官网上获得一个奥巴马 还没到移民局之前 他们会检查一下你的护照 还有刚才那个奥巴马 我会把这个获取奥巴马这个网站 然后放到一个视频的简介当中 这边到了科斯达利亚这边的移民局 这个队排的真的是够长的 科斯达利亚这边入境真的是我整个中美中目前看到的排的最长的一次 现在是下午的两点钟 我们已经等了一个小时40分钟 等了两个小时之后 终于进到了科斯达利亚的这个移民局当中 现在我已经正式的入境到了这个科斯达利亚之内 总结一下这次入境 首先你要在网络上登记一下 获得一个就是健康声明的这样一个二维码 就是说你要上传你的新冠疫苗的接种证明 到那个网站上 还有填写一些个人资料信息 在这个移民局的时候 他会扫描一下你的这个二维码 关于这个科斯达利亚签证呢 你有美国签证的话 是可以免签30天 他可能会问你有没有这个离境科斯达利亚的这个机票或者车票 你可以做一个那种可以取消的那种预定 但是说我这次是要从巴马 然后飞出这个中美洲 但是这个为了做这次入境的这个准备呢 我也订了一张可以取消的这样一张 离境这个科斯达利亚的这个机票 从边境这块前往利利亚 它的这个车票是3美金 前往车和泰的它那个票是10美金 你可以直接去4美金就可以这个换车 换钱的话这边有个银行 它的汇率是1美金633 就在这个移民地的边上有个银行 对哥斯达利亚的第一个印象是 他们这有一个轻车的按钮 按了之后他们会下车 所以现在我也忠实地进入到了我们第90个国家 哥斯达利亚 现在是到了利比利亚的市区 所以当地的另外一个印象就是这边很干净 我们但不 reflecting towers 我们最近也看到我们基点灵亚的 prosecutors 你们还有уки 现在可能不影响 我们在古正的页里 不是马上一座 是可以戀举得贝osure 谢谢 这块是免费可以到的一个地方 这条河正好就冲过了这条公路 然后到那边去 这是没有桥的 这个路边呢 大家在这游泳 在这玩耍 对咱家的另外一个印象 就是这边的自然 欢迎来到克斯大利加 欢迎来到中美高 我是阿松 如果你对我过往九十国经历 以及未来更多的行车 有更多的兴趣 非常关键在克达平台 继续关注我的频道 你们的关注也是对我最大的 他们的鼓励和支持 一片一片一片